警方赶到现场一群黑衣人四处逃窜 来不及跑走的立刻被拦下 防疫期间一群人聚集还大打出手 吓得附近民众不敢靠近 街头斗殴发生在9号晚间 北市松山区民生东路五段上 当时不少人车经过 被害人死命挣扎 抓住路边车辆不走 还造成多辆车毁损 33岁的李姓男子因为欠债20万 对方要求他买权力车抵债 李姓男子把车拿去贷款后还钱 但车子仍是对方使用 当天两人在路上巧遇 李姓男子一气之下 撂楼一票人独打被害人 双方互告伤害 李姓男子不满还提告诈欺 双方面结尾清商 现场有七个人 全案带回所侦办 依据众斗殴 诈欺 伤害 恐吓罪 还请地监署侦办 疫情期间当警察治安打烊 一群人据众斗殴 最后统统遭韩送法办 债务纠纷没解决 还换得一身伤 TVBS的欢迎解决起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